大家好,这里是小熊美食 今天给大家分享如何买到优质的鸡腿呢 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去超市或者是市场购买鸡腿的时候 可以看到鸡腿大多都是冰冻的 如果不注意挑选 就会买到过期或者变质的鸡腿 购买鸡腿时 第一,要看鸡腿表皮的颜色 如果鸡腿的表皮颜色为淡黄色 那这种鸡腿说明刚刚冰冻不久 比较新鲜,品质较好 如果鸡腿表皮呈深色或者到了棕色 那就说明保存了很长的时间 不建议购买 第二,用手摸一摸鸡腿的表皮 表皮松松垮垮 很有可能是打了防腐剂的鸡腿 而且放置冰冻的时间很长 这样的鸡腿不要购买 最好是购买表皮摸起来比较紧实的鸡腿 第三,看一下鸡腿表面的冰块 鸡腿经过冷冻 表面都会积累一层碎冰 有些不良商家为了隐藏鸡腿不新鲜的情况 会加长鸡腿冰冻的时间来掩盖新臭味和颜色 所以要选择冰层薄的鸡腿 学会以上三个挑选鸡腿的方法 就可以挑选到新鲜优质的鸡腿啦 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红烧鸡腿的做法 把鸡腿冷水下锅焯水 加入葱姜料酒去腥 浮开后撇去浮沫 再煮两分钟即可捞出清洗干净备用 起锅热油下入冰糖把冰糖炒融化 炒至像这样子的红枣色 再倒入鸡腿 翻炒均匀把鸡腿炒上色 接着加入葱姜干辣椒香叶桂皮八角 翻炒出香味 炒香后加入没过鸡腿的清水 再加两勺老抽 半勺食盐一勺生抽 搅拌均匀 盖上盖子 大火煮开后转中火煮15分钟 时间差不多啦 这时候开大火收汁 日收汁浓稠即可出锅装盘 蟹香入味道红烧鸡腿就完成啦 想吃的朋友赶紧动手试一试吧